大家好 今天是屬於你們的日子 錯 是屬於你們的日子 很會撩很會撩 好那當然其實我們今天很難得有幾乎可以 要請小波到場外跟大家見面 那還是想要先請小波簡單跟大家聊個幾句 其實15年的職棒生涯在今天 你一直都是在統一師嘛 在今天要 在今年要為你的職棒生涯畫下一個句點了 還是想請小波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從季初你春薰 就已經先預告今年是你的雨退年 那到終於迎接這一天的到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路來的心情嗎 大家覺得今年時間過得特別快嗎 是不是好像那個時間有快轉的感覺 我也這樣覺得 因為今天終於真的來到了 那很開心大家從應該有的從很遠的地方 都聚集在這個地方 那台南球場是我 彭醫師的球場 也是我這輩子15年來最多花時間的地方的一個球場 所以很開心可以在這邊引退 然後跟大家說再見 那希望今天 球隊可以勝利 然後大家 我們一起 開番 屬於我們的球 今晚的台南球場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從我們小破 其實不管是在他的臉書 或是剛剛提到 其實小破 在今天晚上準備的都是希望大家 能夠跟他一起開心 慶祝他 終於完成他這個15年的職棒生涯 所以呢今天晚上請大家 務必要留在場內喔來看看 到底準備了什麼樣的驚喜 要給我們所有球迷朋友 那當然大家 既然是 生涯15年來嘛 其實應該很多印象深刻的比賽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沒有哪一場 是你最難忘的 就是這15年的生涯裡面 最難忘的真的蠻多的 然後 可能大家看到媒體 我都會講說 正陽手打直拳 或者是 雅直的中獎炮 可是我想要特別提一下 在台南球場的話 應該是總冠軍賽的經驗會比較多 現場在這邊有參與過我們總冠軍賽的 可以舉個手嗎 我沒有 怎麼辦我沒有 那 今年再打一次好不好 耶 謝謝小拓 在這邊有非常 非常精彩的總冠軍 激上 那 這次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比賽 那我相信 很多比賽 我的生涯很多的紀錄跟比賽 都有你們的參與 很謝謝你們 一路陪伴著我 勝的就留在 賽後的支持獎吧 好沒錯 我們所有最重要的時刻 都保留在我們賽後的以退以上 那當然因為今天我們的簽名會是採 現實制 現場很多 球迷朋友都是為了今天 希望能夠讓 小破在這次的影片商品上簽名喔 特別來到台南 馬上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我們今天的簽名會囉 那我們就請 我們現場先準備一下 那也請現場所有選手 再次跟我們小破的最熱情的掌聲 謝謝